下面说下辈往生 请看下面经文 七下辈者 假使不能做出功德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欢喜信要 不生疑惑 以智诚心 愿生欺果 此人临终 梦见彼佛 义得往生 功德智慧 次如中辈者也 下辈往生的人 因缘要差一些 他没有能力 没有机会 做种种功德 我们讲 断阿修善 积功累德 他做不到 下辈往生 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 这个发菩提心非常重要 不管修什么 若不发菩提心 在大乘法中 无法相应 这个发菩提心 用偶艺大师的说法最好 那就是 真信 有极乐世界 真信 有阿弥陀佛 真信 念佛能往生 这就是发菩提心 第二个条件 一向专念 就是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专修不砸修 第三个条件 欢喜 信要 不生疑惑 对于念佛法门 对于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生欢喜心 真正 深信不疑 这里的关键词 是真正 深信 欢喜 信要 不生疑惑 这两句话 很重要 这个法门 叫男信之法 一行男信 一行男信 能信 不怀疑 欢喜 信要 不生疑惑 即十念 必生愿中之 至心 信要 十念 必生 是第十八愿 是四十八愿的核心 阿弥陀佛 殊胜到极处 一切诸佛 尊称他位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凭什么 就凭他十念必生 这一愿 诸佛菩萨没法 他法了 极乐世界有多大 我们无法想象 虚空法界有多大 极乐世界就有多大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生疑惑很重要 疑惑 疑惑 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疑他 阿弥陀佛 究竟有没有 念佛 能不能往生 另一方面 疑惑自己 我这个根气行吗 我这么念行吗 要把这些疑惑都去掉 不然 最多生到边地 我们只要真正肯相信 我们念佛往生 梁土导师 一接一送 阿弥陀佛接 世家 牟尼佛送 这是千真万确的 以前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姐姐往生前告诉我 她往生时 梁土导师 一接一送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 说实在的 我当时有些不解 因为没经历过 大家想想看 这一边 世家牟尼佛保送 那一边 阿弥陀佛迎接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第四个条件 以至诚心 愿生其果 愿意往生极乐世界的心 真诚到极处 我这一生 来到这个世间 想什么 想极乐世界 想阿弥陀佛 干什么 信愿持明 求生净土 我就干这个 去干什么 去成佛 度生 我到极乐世界 成佛之后 跟诸佛如来一样 广度众生 愿生其果 是回向发愿行 回向发愿 才能往生 没有回向 不能往生 回向不发愿 不能往生 发愿不回向 也不能往生 下面说 下辈往生的果得 此人临终 梦见彼佛 亦得往生 功德智慧 次如中辈者也 下辈往生的果得是 梦见彼佛 亦得往生 至于 位置